祝爱的弟兄姐妹 祝内平安 我是永恒神父 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 圣马窦福音十五章二十九至三十七节 愿主耶稣的故事 凭静您的心 使您体验到天父的爱 那时候 耶稣来到加利利亚海岸 上了山 坐在那里 有许多群众 带着瘸子 残废 瞎子 哑巴 和许多其他的病人 来到耶稣跟前 把他们放在他的主前 他便治好了他们 这是群众 我不愿 我不愿遣散他们 空着肚子回去 怕他们在路上晕倒 门徒对他说 在荒野里 我们从哪里 得这么多的病 使这么多的群众吃饱呢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有多少饼 他们说 七个 还有几条鱼 耶稣就吩咐群众 坐在地上 拿起那七个饼和鱼来 注谢了 掰开 递给门徒 门徒再分给群众 群众都吃了 也都吃饱了 把剩下的碎块 收集了 满满七篮子 基督的福音 弟兄姐妹们 耶稣治好了 所有的病人 群众表现得大为惊奇 自然地 颂扬以色列的天主 群众见证了 天主的大能 借着耶稣的 一言一行 就得到了治愈 所以他们愿意 跟随耶稣 聆听他的教导 耶稣治好了 所有的瘸子 残肺 瞎子 哑巴 和其他的病人 无论他们是 因何患病的 一律得到了治愈 这样的真实见证 使我们相信 主耶稣 爱每一个人 帮助每一个 有需要的人 获得自由 不仅是身体上 恢复健康 得到行动上的自由 更通过教导真理 使所有人的心灵 得到真正的自由 生活中 我们不愿意面对疾病 更不想看到亲人 患病 一旦有人患病 思想上就会产生疑惑 为何天主要让爱他的教友 患病呢 天主不是大能的吗 我们一起祈求天主 为何不见痊愈呢 通常我们都会怀着 消极的悲观的思想 抱怨天主 否定自己的信仰 弟兄姐妹们 如果您是这样的想法 那么您就上当了 因为这种思维 是不正确的 用不好的 不愿意接受的 负面的 去对照天主的爱和能力 本身就是一种管馈 如果我们好 才说明天主好 我们不好 就说明天主不好 那么我们的天主 就是我们自己 而不是真正的天主 真正的信仰 表现在福音中的许多群众 他们相信 耶稣能够治愈 瘸子 残肺 瞎子 哑巴 和许多其他的病人 他们把这些病人 放在耶稣的族前 这些群众 是心中有爱的人 他们没有只顾自己 去追随耶稣 他们也没有排斥 这些病人 反而愿意帮助他们 把病人的需要 带到耶稣跟前 一起来体验 主的爱和大能 弟兄姐妹们 耶稣战胜了疾病 甚至死亡 我们不需要 用疾病来衡量信仰 反而要把疾病 甚至死亡 交托在耶稣跟前 让主来给予天父的爱 愿天主祝福我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